我觉得这整个消费主义流行就很流行 中国20年前还没有 比如说信用卡的使用习惯或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贷款 当信用卡这个东西一出现的时候 其实在世界各地逐步流行的时候 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所以曾经有人说信用卡是什么 信用卡是一张薄薄的塑料片 一手摧毁了资本主义的新教精神 这个资本主义新教精神叫积极工作 然后要节俭 然后把这个完全摧毁掉 比如说你看日本 日本哪怕在今天大家觉得经济不好的这个时候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 就尽管这种数目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多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 是倾家荡产的 为了要维持一个基本的门面 我想起以前日本人家 我认识一些白领上班族 就很可怜 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就泡沫经济之前的时候 都要买漂亮的高尔夫球杆 要准备一套配备 为什么呢 因为曾经一度在日本那种公司文化 会社文化 打高尔夫球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是陪客户 或者陪老板 很可能你今天是个小职员 你一辈子都还没进过高尔夫球场 是哪个厂牌的 哪个怎么样 然后再来讲就是你装球杆的这个袋子 你的高尔夫球的鞋子 你的裤子 你的衣服 那么变成的是一个不断地提高的门槛 那整个标准不断提高 我觉得今天很多孩子 他们说一定要买苹果手机 一定要怎么样 其实这都是一个 他觉得大家吃饭 手机摆在桌上 你那个拿不拿得出来 这是个标配问题 对所以为了这个 就是他是要让别人认同 你说的真是特别好 就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信用卡 你看我们团队都有那个90后的 就是我现在发现真是这是个问题 就是他现在有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他想花这么多钱 他跟我讲的是 哎呀这怎么办 我一个月花了三万块钱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花的 后来他就找理由 他就说啊 现在的这个支付手段太罪恶了 你说的是信用卡 你知道现在各种莫名其妙的 那个软件啊 对啊 他自留一下 他说而且尤其是 刷脸的那种 刷脸的 是最可怕的 对 就走了 而且呢 在这个各种网购平台上 你知道就是跟拿现钱出来的 那个困难程度 可真不一样 你那个就凑一下 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 我就觉得这东西 你已经 已经有点成瘾了吧 包括那个借钱的各种各样的贷 有合法的 有不合法的 反正就是前些年不是出那裸袋 那不就是政府整治吗 假如咱们把这个定位为一种hold不住的瘾的话 会带来人家破人亡的话 啊 家破人虫吧 那么是不是 哎呦 不是 就是但是你怎么管人的这个欲望 就是现代科技的骗局在于 我给了你更多的自由吧 但是你更多的处在了牢笼之中 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吗 你现在就完全 他你像我们那个团队那小孩 他不知道啊 蹭蹭蹭 最后上个星期 我都发现我那个手机费怎么突然间一千多块钱了 哎呦 我还挺较真 打电话 打什么 iTunes什么我就闹不清楚 你知道这个手机平台说这个啊 你这个费用属于这个苹果那个 iTunes你打电话 我打苹果iTunes 然后你知道什么身份证什么 一对一查 哦 最后说 你是不是 就听了一个音频平台 一个人老师的这个 讲课 哦 那个课程四百多块钱 就五四孔老师 那个 我那一般就是 还有文道老师的 是吧 我一下蹭一下 就是这是你 不知道的 然后我接着发现了好几个 每个月扣我五十八块钱 每个月扣我六十八块钱 都是我不太会使用 用过一次 他就越越都跟你这么弄 对 当然 所以我就了解这个小孩说的了 对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现在消费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消费很方便 这是一方面 所有的技术 不断地让你给钱的这个流程方便 变得方便了 对 变得方便了 另一方面是什么 我们现在欲望是要求的是及时满足 对 我们没有任何的延时的机会 对 就比如说你以前你要买个车 或者说再古老一点衣服要做的时候 整个消费 我给了钱到拿到东西 整个流程是复杂的 那是一个 你所有的满足是延时的 可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要的满足感是极客的 而且那个极客甚至不是说 我要快递这个东西很快到我家 而是我买的这下单按钮 刷脸的这一刻的满足感 比它实际送到我手上的满足感还要大 所以那个满足感是不断地被压缩 那个时间 所以当你一再追求这种及时满足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那种负债啊 什么那个情况只会更严重 我有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好像大家觉得是以不一样为荣 讲究特立独行 你知道吗 比如说那个时候 就是说他们就是上海的酒吧 跟北京酒吧不一样 对吧 上海酒吧一个个穿的 都跟话剧舞台上的人一样 对吧 就是北京酒吧 来一哥们穿这个免当裤 披着个军大衣 戴着个二胧头 他也是一种眼呢 但是就至少 就是我们那时候觉得 嘿这哥们对吧 他就不穿那个西装格力 就是说以这个不同啊 才叫反叛 才叫牛啊 对吧 那现在你们还是这样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刚刚 那个文道老师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 其实它是一个不断飙升的一个概念 你比如说你本来这个 二十岁的时候 你买某一个这个轻奢的包包 大家都要有 然后是同款 你就得到满足 但是就有一部分人觉得 我要不一样 我要更高级一点 所以它塑造出来一个更高的门槛 就是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想变得不同 所以但不同就意味着更贵和更好 把这俩绑一块了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不断升级的一个概念 你想变得跟比大家好 只好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要花更高的钱 所以门槛 这个所谓标准的门槛 就随着高级的门槛 提升而变得越来越高和越来越贵 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其实都在讲 一个人想寻求一种认可 比方刚才讲的一个人 想寻求集体的认可 我们讲的一个群体 它有个标配的门槛 比方讲的高尔夫球杆 像刚才你讲的 比方说给蒋方舟同款 这意味着都是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要通过认同了蒋方舟 就是我就成为蒋方舟 或者这样的跟你有点连接 或者刚才讲的也是 说我要获得群体的认可 要怎么怎么样 那我想确实互联网 就是极大的带动了这一点 因为过去我们讲 这个媒体的宣传电视啊什么的 可能我就没有向互联网 构建了一个同一个平台 现在所有人都在共享互联网 这一个平台 可能这里面确实形成了 这一部分我觉得在加强 但你们听的时候我就有点 我就不断在想 我身边有哪个人 就是包括我的公司里头 就是很多90后的小孩 是吧 他们有很多 有谁因为这样子 会变得很窘迫吗 会变得很糟糕吗 那说实话 我还身边这一举不出来 可能你的也是另一种真相 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谈论的话题啊 也许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伪话题 也有可能 比如每个年轻人都在破产 对每个年轻人都在破产 大家就是这种比较耸动嘛 聊这个觉得比较 所谓贩卖焦虑嘛 对吧 实际上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是不是大部分人 还是过着比较平时的生活 对我觉得大部分人 比方我们公司的小孩 他们有很多 就是那个90后的那些共同特点 比方说桑啊 各种刚才这个东西 而且同时都比较有自我 动不动才可以辞职 跟我们以往真的是不太一样 但是以我的评估 我觉得他们活得还好好的 但是 但即便是他们 我也觉得挺够呛 我就是说咱们比较了解的是 这个北上广呃大城市 确实啊 他挣个这个几千块钱到一万块钱的 呃我有时候替他想想还真不够 对你真的 我也我觉得就是不够 你这个是不是应该全民提高工资 还是怎么着 就是因为你可以算嘛 他你看你刚才讲快递 我那天录节目还说到一个事 就是实际上现在有的送快递的 他的月薪跟小白领是一样高 是的 但是呢 他方式不一样 反映了他们期待不一样 送快递的 他可能一个月就几百块钱 租过那个群租房的床位 他忍那么几年 他想的是回老家盖房 他攒的钱 小白领还是想着在大城市生活 住的有尊严一点 对他甚至可以每个月房租 花到他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你说他花到三分之一 而且呢他还得健身吧 健身 当然这也是 有的年轻人 我发现健身 你跑步也不花钱啊 但是他要办个健身卡 一半呢 要办个年卡 后来那天 有个小姐姐跟我说 说为什么 一定要办健身卡 一定要进健身房呢 因为跑步呢 不利于拍照 你在健身房呢 一般都是健身三分钟 拍照两小时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我也得一方不是看问题 确实健身房和你自己不一样 就是我身边有朋友 他以往自己健身 现在他去健身房 健身房有健身教练 有很多指导 对你在找个私教 当然私教确实会贵 但是真的是和你自己健身是不一样的 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学 比方有人教你 和你自学 当然很不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您说每个圈 您说呢 你公司里面见到的情况 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 他还跟行业全程相关 我觉得在你们心里咨询这行干的年轻人 大概多半年 还好一点 我觉得比较惨的是什么 我见过那种 是做那种 媒体或者公关 或者某些行业 时尚行业 对尤其围绕了时尚 生活方式 那个是最悲哀的 我认识那个买一万多块钱 大一的那孩子就是时尚 就是干这些的 对对 他得出入这些 对吧 你想想看 他干这行 然后呢 他每天写的杂志的文章 公众号的东西 写的就是 你看瞧人家 去了哪个什么 塞什尔上 哪个别墅 然后每一天晚上 一万多美金 怎么样怎么样 他每天过眼的都是这些 他身边的人 都跟他聊这些 就是我觉得 我们跟这种所谓的 高级生活的 那个距离感消失了 我那天还在想说 为什么现在人 不爱看文学 或者现实文学 你知道我小时候 看文学的 小说的一个 很大的动力 就是看人怎么高级的活着 我小时候喜欢看 持利的来来往往 就是说 他们在武汉 是这样生活的 然后我还看完了 郭敬明的小时代 三部曲 看了两遍 就是 看了两遍 就是为了 我们发出的笑声力吧 对你 就是为了看 上海人是怎么生活的 那是什么牌子 但是其实你是只能靠脑补和想象 然后观上书 你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但是现在 它把你跟高档生活之间的 那个距离感完全消失了 就是你不仅是在 你不需要通过文字 或者通过想象 通过脑补 你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到 你不仅可以看到 而且你立刻点击 立刻就能获得 而且你还知道 人郭敬明真的过上了 这样的生活 但这时候我仍然要 那个 就反驳一下 你看就是 那个盗壤咱们都和 德麦打交道 就是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 旅行事 你看它真的是高端旅行 特别是长去的 都是有钱人 但是那些小孩 林总周围那些人 他们收入很一般 你说他们怎么办 以我观察 他们那小孩没有说 我要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也得过他们的生活 他们可能一年也就输入个 十来万或者怎么样 是吧 但是而且他们服务的对象 那不太一样 吴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旅行社 你服务富人 你就等于五星级酒店的员工 他不会就一个非常豪华的 一个酒店里面的私人管家 他不会渴望自己 要跟那个被服务的 亿万富豪 要有个怎么比较 因为我是来服务人的 可是呢 做公众号的 做媒体的人不一样在哪 他是有权利的 因为他今天在告诉别人 品位是什么 什么样的旅行 才是最高级的旅行 什么样的穿法 才是最有品位的穿法 就是他们这些人 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没错 他还要决定品位 也就是说呢 他是有权利来告诉别人 什么叫好生活 是你来跟随他指导 但是他自己买不起 他买不起 他告诉别人 你这一季该穿这个 比如我常看你以前石桌杂子那些小姑娘 我觉得好可怜 一天到晚说 这一季 所有时尚女性必备的五款包包 他每一款包他都买不清 那这是太吊诡了 所以其实我有一点认同吴老师 就是应该大部分人还是理性的 还OK的 应该大部分人还真不会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对吧 但是呢 那偶尔干一下 他不会长期的一直都这么干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标配是很现实的 说你别都嘴上讲的好听 我看那个调查 八成的女性就对于配偶的要求 你收入不能低于五千 而且呢 这个大多数的女性 说我要一男的 咱怎么着 咱结婚 要求婚前呢 你得有房 这个 你说它不对吗 你可能换成美国人 美国人就觉得租房也行 对吧 但咱们国家确实很现实 对吧 你一个女孩子说 我跟你结婚 你得有个房 我觉得太正当了 正当吗 我还好 我自己有房 你可以到插门 对 那你有优势啊 对 那你有优势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优势对那个 这个自我不太好的男人来讲 他要么过去是占你便宜 如果他什么都要不然和你在一起 是觉得自己自卑的不得了 然后就恨你比他强 所以这不叫什么优势 所以我之前跟一个男生吃饭 就每次都是我花钱 然后就吃贵一点的都是我花钱 然后他还自夸说 你看我多跟其他中国男人不一样 我就讲究平权 所以每次吃贵 太好了 这么过了一年 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你像她是自立自强自爱的女性了 对吧 就是你觉得你不在乎对方的收入 就我觉得 有一天有一个女生跟我说 我就特别感同身受 就是说我们那么努力的工作 就是为了有一天择偶的时候 可以不用考虑对方的所谓条件 就是你这个其实是 你其实是给自己解了一个料铐 你知道吗 就是在择偶的时候 当你考虑太多的时候 你其实给自己加上不断的 不断加上料铐 但这个料铐是需要你自己解除的 所以这时候你看 涉及到一个就是 你的个人认识和这个文化的这个认识 基本上关于婚恋的研究 都是这样说的 两种人最难找配偶 一种像你这样的优秀女性 一种是这个低层的这个男性 他的难处在于找的太多 对 老师定不下来 因为房租不一样 他可能他不仅有钱 他有各种他有魅力 有各种高的东西 对 所以他变得不同 但如果论统计上 确实是一直以来有这个社会期待 似乎男性得比女性高一点 他都 而且以往很多研究都说 男性的收入要比女性的要高三倍 这种就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但这个时候你会看见 这些期待 这些很多东西 可能也都在发生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谈的时候 可能都存在着这个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期待里头 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标配 高配 这些描绘里头 你的自我能否稳在那 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也说明了 咱们的这个生活 越来越好了 对不对 但同时 就是你爱 我们的父母想都不敢想 你现在说这些标配 或者这些年轻人压力大 那至少你都穿上了 用上了 对呀 对吧 就是还是这个经济在发展 但是现在就经济在发展 不是灵魂跑到后头去了吗 就是他 所以我觉得要研究心理问题 真的 我觉得在这个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门 一个是哲学 一个是心理学 其实就是未经审视的人生 不值得过 就是说得研究研究 好多东西啊 你不审视 你不研究 你就是个可怜的被骗者 被操纵者 被催眠者 被忽悠者 对吗 你比如说 我就讲一个实验 就是外国的一个叫 Near什么一个教授 一百多个学生 他就做实验 然后呢 先告诉一部分的这个学生 就是低评价 就是说你的测试成绩非常差 就做了一个假不假式的测试 就你测试成绩非常差 然后呢 又带他们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摄影师拍的这个照片 你们有这个购买 想不想购买 最后就发现呢 获得低评价的 就是说你很差 你测试成绩很差的那部分学生 买这张照片的抑郁 远远高于 那些测试成绩说你考得不错 就是你看 他这个实验就说明 人在遇到挫折挫败的时候 反而比较容易买东西 所以刚才看到 就是那个 那个多罗尼 刚才讲的特别根本的事情 当一个人获得好的自我评价 他这个就是占有好条件的欲望 他就降低了 所以在他关系中 他被认可了 另外一种呢 当他评价特别低的时候 他就想去攀附那个好的条件 他会说你看 我跟那个东西连在一起 我的自我因此变得更好 所以刚才应该讲到 如果中国的父母们 想让自己的孩子 不要动不动就玩这个高配人生 你要知道最好的高配就是爱 先好好 当然我们讲爱很抽象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春节来晚会 就是那些孩子们在唱歌跳舞 他说爱就是夸夸我 爱就是抱抱我 爱就是怎么样 你也就是如果 做父母的多抱抱你的孩子 多夸奖你的孩子 多给他们一些认可 这孩子他就获得了一个真正的高配 您的意思不是缺钱的问题 是缺爱的问题 我觉得我比我认识的很多老板朋友 大方多了 或者说就是大手大脚多了 就是因为反正也买不起 人家那个别墅 你明白吗 我们就买两件衣服 你说这个我还真是 我最近都觉得我有一个瘾 我要借 我真的要借 但是从中呢 就可以体会到 就是说这个消费的快感 消费的欲 你比如说我买一个衣服 这个是个小牌子 不是什么世界名牌 就也不算太贵 但是买多了呢 也不便宜 我呢原本就是 我觉得我真正喜欢的是 这个牌子 它这个纺织品 它这个棉和麻呀 纺织的这个质感 和穿到皮肤上的这个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呢最后就变成啊 我每一次回香港 就得去一趟 哎呀再忙 也去一趟 我再站在他那个店里 而且我最后 我昨天晚上在床上 一发现我发现 我买了一大床 其实我想 我就是买这些棉和麻 它就是做成了不同的款式 然后呢 哎呦 你知道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感觉 就是我又买了几件呢 我觉得像吃了面包一样 真的就是觉得 哦就是 哦 就是好满足 真的吗 这有些时候 这是节目没做好 也不太开心 或者跟人怎么着 发生不愉快了 我就去那儿 嗨 回来的时候 就觉得啊 那沐浴在这个 纯绵纯麻的那种气息的 你知道 你讲什么吗 那个五行中就可以被 又要被精神分析一下 好 来分析一下 你讲的是母亲的怀抱 哦 你看那种柔软的棉麻的那种感觉 是吧 就是你在寻找 缺母爱 缺抚摸 缺抚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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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 多提供一点啊 我们回头就围着你摸 他讲的 我谢谢你 你分析的真是特别好 你知道前一阵北京有一个展览 是西方的一个老太太非常有名 叫波尔乔亚 老太一直也90了 你注意到 他做的很多主题啊 都是跟这个亲情 母性有关 然后你注意到他使用的材料 都是那种枕巾 或者家里边的那种旧床单 旧的沙发布 他就那么用很细的针脚把它缝起来 就这种材料的质感 就让你想起家庭 想起母爱 想起这个母亲 我还想起这个英语里有一个词 有些人直到成年都保持这个习惯 你们帮我想那是个什么词 就是他从小啊 可能是妈妈的身上的一块布 或者是一块小毛巾 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布 反正英语里有一个词 好多外国那个成年人啊 随身带小被子啊 不是 他现在对 他现在每天晚上睡觉 他都必须抓摸摸着那个布 那个叫安慰物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 在做点隐身啊 你看就是 刚才这些东西都不怎么花钱 你虽然你觉得这个 这个衣服啊 这个东西 就是都已经有点贵了 让你觉得 但是假如你真的在找这个 不是那么花钱的 所以你看到这种 其实这都是母亲的延伸 或者母爱的延伸 那个我们为什么叫做安慰物呢 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过渡课题 其实说白了 他是有母亲的一点象征 就是你比方有些孩子 在特别小的时候 他跟妈妈在一起 镇过一个小枕头 或者就跟妈妈一起 就是有一个小方巾 那个小方巾 就被孩子理解为那是妈妈 所以妈妈他是控制不了的 妈妈要出差 要上班 但是他通过控制那个小方巾 他说我和妈妈在一起 当代替物 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么延伸的 你瞧是心理学家 我原来以为是我消费欲 上瘾中毒了 现在知道原来你在寻找母爱 缺抚摸 不过消费欲也真的是一件事 比如说最近有本书 总算翻译成中文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政治哲学著作 叫做 他里面提出 有一个政治哲学 叫B.P.Mephison 他写一本书里面就讲 现代人是什么样的人 几十年前老说 现代人是一种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就是说永战式的个人主义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现代人 用什么东西来证明 跟界定我的存在呢 是看我占有了多少东西 涌占了 拥有了多少东西 来决定 我拥有的东西 也说明了我是谁 那么他就沿着这一点来讲 现代社会 所以有人就曾经把这个再发挥一下 就修改了迪卡尔的名言 迪卡尔名言是 我思故我在 对不对 I think therefore I am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 不是 是I shopped Therefore I am 就我购买 所以我存在 因为我要透过我买的东西 来说明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沿着这个东西 当然那个道长 因为刚才讲的这个 我也都听到了 但我还想顺着那个 就是多老师 这个我再讲一点 你看刚才就是多老师 只要你但凡和人和爱 真的发生关系的 通常不是那么贵 但是什么东西最贵呢 就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讲 比方你跟妈妈建立连接 你在寻找这个小辈子 寻找这种 寻找这个植物 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爱卑的事 床 你看你在床上弄了一床的衣服 你躺在那感觉特别满足 那吴老师 我再给你提供 就是我有时候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早晨呢 我不能马上起床 我醒来呢得伸吟一会儿 我觉得这一天才能开始 这伸吟呢 我就得抱着那个被子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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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足引了 行下班去了 哎 这是不是也是缺 哎 哎呀 这时候我们就在想 你到底是个 你到底是这个正常的事实 这人是一个虫 哈哈哈哈哈哈